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姓黄 叫文桥 我今年66岁 发现到我淋巴癌 这12次里面的过程就是孩子陪着我 化疗过后就垫了 在垫了里面 30次 想帮去 因为她的痛受不了 多了半个月 有很多冰凤跑上来了 就是耳朵听不到 喉咙也很辛苦 又很难吃没有味道 阿少将整个烂去了 她吃药源也吞不下去 我们就围着 她一直祷告 吞了 慢慢的 她晚上就也是很痛 半夜我们就一直跟他洗 拿盐水跟他洗 洗了就茶药 每天晚上都要洗 洗很多次 我说尽量洗咯 我们说要忍住 你不忍你不会好 到今年 这个眼睛 模糊 看不到 又要动手术 动了手术之后 又好了 又进展了 下来还要动多月 下来12月5号 还要动多一次手术 我姓麦叫利明 我的卵巢癌已经复发了 从手术中醒过来 其实我是痛醒的 我是非常痛 我在想 为什么没有止痛药的 然后我醒来之后 我一直拼命的挣扎 的讲 一个字就是痛 我要让那个护士知道 我真的是很痛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因为他切的东西太多 因为他除了切 子宫卵巢蛮长 还有我的腹部 我的腹部周围都是癌细胞 在化疗当中 其实副作用就一直开始 一开始化疗的时候 就有 忧郁症 所以你就会 你会常常自己一个人 在那边哭 无缘无故的 就想要哭 那时候也没有人 照顾我 因为我先生要做工 我孩子不输 所以家里没有人 所以我就常常自己 关在房间里面 因为你也很想吐 不想吃东西 你看到那些食物 都已经觉得很饱了 如果勉强放进去 也是会很想吐 所以就是 可以不吃不喝 就是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 清醒的时候 就觉得很伤心 就会想哭 我想过要结束生命 是在今年三月 其实 是在我做化疗的时候 我真的是 觉得我很想跳楼死 就算了 不要勾出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化疗太恐怖了 又是要经历 不能吃不能喝的那个阶段 我想没有经历过的人 你也只是在门外看 你不会了解 癌症病人的痛苦 我的名字是范文芳 今年38岁 我犯的是乳腺癌 然后第三期 然后这个乳腺癌 是第二次回来 做点了的时候 就是腐烂到 真的是那个皮全部都掉了 全部是红红的 然后流的水是很臭的 其实 第一是感到害怕 第二是 舍不得 很多的东西 舍不得 第三是 面对的东西是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是一个 特别的孩子 他到现在是 不可以说好像很正常的 跟你沟通啊 很流利的这样 因为他一直在学那个语言的东西 舍不得就是他 有时候那个时候 我动完手术的时候 他跑到我面前 他想要我抱 可是他又不敢碰我 他就很怕 我就觉得 因为每个妈妈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特别的孩子 我有时候就是 常常跟 跟上帝讲 你 求你医治我 哪怕我真的是 我里面做一个 好像做一个 乞丐一样 我都可以的 我可以就是 让我看到我的老公 带着我的孩子 这样子长大 起初我得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不想把我的 东西给他们 成为别人的负担 我不想把我 让他们成为他们的压力 因为我的妈妈 其实也是放肝癌 所以 如果她知道的话 我觉得 她会 她会更大的压力 因为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是 其实前两年的日子 是过得蛮辛苦的 因为 我的 我的哥哥 我的爸爸 他们是在 同一半年走的 去世的 所以 我很多的东西 我不敢给我的家里人知道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 就是说 我有信心就是说 我要依靠上帝 然后就是 我一定要好起来 我无论如何 我要站起来 就是我的意志力 你不要倒下去了 这么艰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它 不要逃避 这次在山右海振社会 也加入他们的医工团 因为他们的爱 是我学习 来教导我 来帮助需要的人 其实人都是有缺点的 我们也应该去接受 旁边的人的缺点 然后放下自己的那个 很多其实不需要坚持的东西 最重要是 坚持 就是不要 今天去想这样 明天去想那样 我就 已经医治了 我已经好了 我就要这样子去想 我就这样子走下去 现在只是 只是 补助而已 只是让我的身体更健康而已 有一天我会说 如果我好起来 我可以成为别人的鼓励 那么我也是 可以鼓励到更多的患者